大师把王一博变成了女儿,结果很精彩。 腾讯出品的电影一直热播,网友担心廖凤杭、长相思的命运。 同样是腾讯出品的电影《长相思》、廖凤杭会不会陷入境双城、《鸾州夫人》这样的惨剧。 虽然都是S家级的重点项目,但很多网友对杨子谭剑刺、赵丽颖、林庚新主演的《长相思》和庚凤杭的未来表示相当悲观。 原因是最近由腾讯出品的电视剧大多,尤其是静双城、《鸾州夫人》、乌龙等仙侠类项目,以及最近杨超超的众子徐正希,质量都很差,而援助显然深受读者的喜爱。 甚至,无论是静双城、《鸾州夫人》、甚至放逸天下都拥有李一丰、杨阳这两位第一代四顶流中的流量、杨幂,却还是被嫌上岸下田、杜斑的平分低的咔嚓咔嚓。 最糟糕和最难忘的视镜双城、负3.8分和乌龙、王鹤地著续单主演4.1分。 针对这一问题,网友们指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比如腾讯购买版权和改编太极,而不关心剧本质量,以重点项目著称, S级却没有服装投资,技巧却输掉了三分钱,肤浅地制作。 所以,长相思和廖凤行等演员的粉丝们对剧情播出时的成绩感到困惑和担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根据最近推出的画面和预告片,演员们在服装和默契互动方面的默契,许多网友仍然相信这两个项目会有所作为,不会像之前的作品那样陷入困境。 据预计,廖凤行,长相思很可能在2023年上映。据悉,杨子的电影已经申请了播出许可,并处于等待审查阶段。 大神把王衣博批成女孩,结果太惊艳,网友,最后一张绝了。 爱豆瓣女装已经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长相俊美的男神穿上女装往往比女性更加漂亮。 因此时常有网友把偶像批评成异性,满足了粉丝的好奇心,那么把王衣博批评成女孩会怎么样? 长相比较清冷的王衣博被批评成女装后,气质柔和了很多,化身温婉佳佳人,魅力十足。 这张和她早期的风格相差不大。这张也太甜美了,秒变韩国女团成员。 居然还有妩媚艳丽型的,皮图诗简直有毒。化身舞台上的唯美小工具。 网友表示最觉得还数最后这张古装的,手持一柄雨伞的衣博看上去轻力秀美,像极了江南烟雨中的佳人。 你觉得王衣博的女装造型如何?你最喜欢哪一张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